Good morning and good evening,早上好,今天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张浩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我们来走进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John Alle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ths of Science in Suppension Management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约翰奥林的商圈 供应链硕士项 这个真是服务不完的学生躲不开的奥林了 就是这奥林这个圣路易斯华盛大学真的是没少录中国学生啊 我已经很隐晦的把这个观点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 他录了很多中国学生呢就会导致我们我们经常就是有学生啊 基本上问题里面经常会出现快点我们要听奥林快点我们要听奥林快点我们要听圣路易斯华盛大学 我放弃了挣扎我就是个服务提供者好吧 所以说呢我之前录了这个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奥林的finance专业 我录了business analytics专业 一个是金融学一个是数据分析专业 还最后剩两个嘛 对吧一个accounting一个供应链对吧 一共还是这四个 我今天呢就把供应链录了 我明天呢就把accounting录了 我都录完了 怎么没有人催我更新这个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了对吧 好吧这个奥林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真的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奥林在我视频里面的出现的概率真的很高 反正不管是说从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上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还是说整个开设的项目 咱们有一说一啊虽然中国学生是有点多整个项目虽然所占比例 但是呢这奥林这个稍计券开设的这个几个项目呢 它刚才理念非常的清晰 它永远都是地阶式的中文不太好 或者近阶式大概这意思 就是先给你选择这个专业 然后你可以选择majors majors下面还有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下面还有specialization 还是有不同的这种叫做areas of emphasize 就是你可以在某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上面走得更深 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屏幕切给大家 我们一块走进这个奥林商线的公园项目 看看这个项目开的到底扎实不扎实 值得不值你选择开设的哪些课程 以及招收每年招收学生和录取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好吧 差不多说把屏幕切给大家 现在大家看的是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奥林的Business School Massal Science and Expansion Management 公园的硕士项目 老朋友了吧不用再说奥林吧 奥林就是奥林那的 奥林就是呱呱叫特别好 嗯特别好 我就不用我说了好吧 我们来一块来看看这个公园项目怎么开的 The Math of Science and Expansion Management 我先给大家留一个留一个留一个思考的点 你们参考你这个项目 国际上占的比例已经占了多少 我们最后来看数据好吧 Mass of Science and Expansion Management 公园项目的硕士项目 Become a Expansion Management Expert 成为一个公园项目的专家 成为怎么成为一个公园项目的专家呢 那我们一块看看这个项目是怎么进行介绍 In Washington University's Math of Science and Expansion Management You will develop the skills and judgment require to manage the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of foreign products and services a critical aspect of business into this challeng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在成为一次华盛大学的这个硕士的供应链项目里面 你会学习 you will develop the skills 你会学习供应链的技能 and the judgment 也就是主观的判断能力 require 那是在哪方面呢 required to manage the production and delivery of foreign products and services 来哪些方面的技能和哪些方面的主观的判断能力呢 公司的生产和运输就是deliver嘛 就是这个快递一个快递寄到你家 叫这个package deliver to your address 对吧 一个快递被运送到你家deliver就是那种快递 比如说大家我说order一个deliver delivery 就是找一个定个快 定个快餐的吧 定一个吃的uber eats 对吧 the forms products and services 商业里面 所有的商业 大家可以看所有的商业里面就分两种 所有世界上所有商业离不开这两种 一个是products 它是service 你无非这种卖你产品或者提供服务 比如说iPhone 苹果公司 iPhone本身手机是个products 是个物理可以摸得着的 虽然说我从来不是个苹果粉丝吧 比如说三星的三五三的手机 它是一个products 但是我打开这个手机以后 里面去那个叫这个 因为我不太清楚苹果 苹果好像叫apple store 对吧 然后你可以进去下载那些apps 就是那些手机那些软件 对吧 Android同样道理 你下载那些软件以后 那个软件提供你的是什么 是service 因为服务是你拿不到的 对吧 服务是确实你不能说你去坐过山车 然后把过山车办回家吧 你要的 那你说过山车你花钱吗 花钱 所以你买的是那个什么 体验experiences so that's why we talk about services about experiences 在服务页里面 最重要的是客户的经历 product就是产品 对吧 产品无非就是durability reliability dependability 可用性可靠性 可耐用性 ok 可以延展一下这个话题 大概意思就是 你是在公共链的角度来说 来学习product 产品和这个service 服务 a critical aspect of business in today's strategy economic environment 今天的经济环境里面 显得各位重要 这个确实没说错 因为公共链呢 现在一个是商业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公共链 在今天的这个商业环境里面 确实是很重要 this program can be completed in two or three semester 整个项目可以两个 两学期或三期 那就是一年 或者一年半的项目 ok 有些人说这个这个 有些人我就我其实我希望大家叫韩 对吧 那很多人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是不敢当 张老师是真的 你看看这个热了 这个能看听吗 这个你看这刚开始录了 六分钟视频 就已经湿成什么样子了 你想到这个地方有多热 ok STM designated STM的专业 our master in science in subvention management program hosts us STM designation for a focus o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throughout the curriculum providing you with the current and innovative approach to data 整个的项目是STM designated 你想这个项目 如果收了这么多国籍生 他如果不开中STM的话 那没有精忠力 没有吸引国籍生的精忠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一个对国籍生来说 选择STM的专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 这个地方是个加分项 其实也不算什么加分项 就是标准合格 现在因为现在 如果一个项目没有开出STM的话 确实很难竞争到国籍学生 曾经有一些国籍生很多的学校 也是一旦他没有 他有些项目 这两年招了国籍生少了 就是因为他有些项目 他没有提前其实战略性来 过这个STM的认证 STM是美国移民局和教育部 同时认证的这个项目 那你说这个项目很高大上吧 STM也不是 只是说明这个项目 如果一旦是STM 只是说明这个项目更加偏向于什么 他这也解释了 Focus o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关注于科学科技工程学和数学 就是理化类的项目 现在中国有句话叫 就是很多年起来 我很小时候听有一句话叫 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 大概是这么说的 现在中国人是学数理化是学了 明白了 中国的科技中国的公司 已经开始带领世界了 美国人现在慌了 所以美国人现在走出一个这个东西来 英国也有 叫STM的这个专业 OK Hands on experiences 第二点 第一点是STM专业 第二点是实验为主的课程 Hands on experiences Hands on engineering 大概意思就是说伸手 什么叫hands on呢 就是在手上 什么叫在手上呢 解释解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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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确 其实就是实践动手操作 OK 就是大概就是意思 Hands on learning You apply the skills you should learn in the classroom to the real world project for corporate partners of 奥林's Boeing center for suppression and innovation 哇 你看奥林就是 你看我现在解释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教你所学的知识 和你所学的你看real World product 和真实的商业里面的一些项目 然后在什么 在波音 波音公司的 波音 center for suppression and innovation 奥林 Dispatch 有句 有一次叫Dispatch Dispatch这个词 就是尽管 大概这种意思 就尽管它大项目里面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国际手 这客观是什么 没有离开数据 那有些建议这方面 你觉得那你就 另凶 另凶找好地儿对吧 但是如果不建议的话 有一说一奥林确实 它开设的项目里面 不管它的金融学 它的金融学 我如果没有记错到 好像是跟 World Fargo 那个 那个那个 进行合作的对吧 我们有会可以 我们有会我们去验证一下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开设的这些项目的同时 它会开一个research center 就是一个科研中心 并且这个科研中心 并不是它自己开的 而是老是跟大的公司进行合作 你看这波音 波音公司 大家知道波音吧 造飞机的对吧 虽然飞机没啥老往下掉下来 掉下来两架了 结果就年年初的时候掉下来 两架了好像是 然后让全球都不浪费了 现在又浪费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 不过那个盖子很小 那不至于 飞机还是相对安全的 你看它这边也是 我看一下 我记得这个finance也是个 你看 West Fargo Advisor Center for Finance and Accounting 所以它都跟公司进行合作的同时 然后还有这么一个研发中心 一会我们要好好看一看 波音的这个工营链的这个研发中心 或者说是这个创新中心 你看Innovation Center of Suppension Innovation 这个很重要 不是很 都不能说不是很多大学 没有这个是很少有大学能做到这个 就是开设一个项目 并且同时给你带来一个跟公司合作的研发和实践中心 一旦有这个中心以后 学生他在上学的过程中 他的实践的能力 首先是保障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在你实践的过程里跟公司实践 那你就跟公司之间也了解了 到底是在购物链这个领域 到底是在像波音那种造飞机的飞机大堂里面 是怎么能把一个飞机做出来 大家可以想看上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零部件 对吧 所以这里面就讲了就是这个事情 this partners represent the wide range of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ies and products to ac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operations challenge 你想波音造一架飞机 何况造飞机了造一个车都需要签动多少的产业 所以签动的每一个产业都需要什么大量的这个什么这个零件吗 零件是需要怎么的 零件运过来对不对 那你说你说啊我今天某公司说老子不爽了我零件慢慢给你运 我不造了啊 疫情我工厂关了 好吗 你你你你坐飞机 大家比如坐飞机 你飞机少于零件你敢做吗 你不敢做对吧 所以说每一个零件都很重要 而每一个零件的按时的按时率和做工的标准 你说啊我造我造飞机发动机的啊 还疫情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人随便造一架得了 我那那家伙那那哪些的飞机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每一个零部件他需要很多的厂商业合作 所以每个零部件都很重要 这就为什么能把波音这么大的公司搬过来 很有实力 所以说奥林啊真的是有些事情想都很明白真的 从从一个真的从我算是我算是有 从一点点小经验的人来看 确实他开手的理念非常的清晰 他的他的整个这个可能上线的院长这个思维 Substantial Management Grants 他整个的能力呢 你看94.4 placement rate 94.4%的就业率 但这个就业率到底挣了多少工资 这个奥林的这个工资啊 你想他大部分都是国际省 所以他这个工资其实非常的不好看 我们到时候一会看就知道了 好吧相对于其他学校来说 24 years old 平均学生24岁 那也就是说刚毕业就来了 program probation 87000美金 80730美金 我只能委婉的时候就是会挣钱 好吧就是 这个学费 这个学费已经快赶上顶尖上学的学费了 奥林可不是大家所谓的什么Warton或者什么的 我给大家看看奥林的排名 和US News排名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商学排36名 entrepreneurs只有两个专业上方 一个是finance排了36名 一个是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确实排了26名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总是老说 奥林是什么顶尖的什么 什么这商业大商学的 我只能说他是偏优秀的商学 那你说顶尖的前10前15的 前20的他都没到吧 他到36名 对吧 他的法学院和他的medical school 他的医学院是很强的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好吧我们来说 接着说回来这边 18 months 一共18个月的项目 OK What you will study 那你会缺什么内容呢 在18个月里面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Subvention Management will give you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of logistics subvention chang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你会先几个方向呢 整个这个项目 一个是the concept of logistics 物流的概念 物流的原理 subvention 供应链 供需供应 OK change management 改变了管理 把这怎么可能设计到production 或者operation 或者说是那个生产 innovation 创新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集合性的风险管扣 some courses specific to to track strategic quality management 战略性的 有些课程学什么 战略性的 strategic 是战略性的意思 strategic quality management 战略性的质量管控管理 options and futures options and futures 这个东西如果在金融学里面 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 但这个地方 应该讲的不是那个 这个地方应该讲的是options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 因为在 因为在金融里面 不是对冲证券的时候 我们有说options和futures 对吧 他在这个地方应该讲 是可以选项和 和他这个没有背景背景环境 因为因为有些词有多种意思 他没有背景背景环境里面 我确实不知道 他也有可能教你金融学一点东西 对吧 那我觉得这里面更多是讲的运营方面的options和选项和futures complementary marketing channels 市场营销的渠道 and operation planning control 运营的 运营的规划和管理 for details look at the curriculum and download the MSSAM curriculum and course descriptions 好吧 我们点一下 我们下载下来看 我们看看他到底开整课程 看看 这是他的整个的官方发布的开的课程 是2022年的 3 semester course from 3月期 一共就是一年半 18个月 online workshop begin in July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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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7月份开始 先是program foundation requirement 就是让你这种 一般很多商店都会有上来先有一个 叫做foundational requirement 就是一个要求 为什么呢 就是我 我开一个笔 这个 这样大家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的用处就是比如说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和introduction to finance 就是介绍什么是会计学 介绍什么是金融学 它是防什么 它是胖 有些学生不是本科学商的 那你基本上本科学商你坐着就是 啊 这我都学过啊 看看会计学会学过 基础学学校 是没错 这确实是 但如果你本科那有 那这个游基学工业这个专业 很多学生本科不是学商了 所以他有一个叫 这个预修型的这个 这个就也不算预修 预修这个感觉太正式了 就是你提前至少把这样的课学了 就是会计和金融学 这个是online的网上学的 还有一个是intensive on-campus course 在 for里面 也就是这个专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 叫做operations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和供电是不分家的 包括仓储 一个是物流 运营 什么什么inventory仓储 然后operation 这些都不分家的好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领域里面的课程 就叫operations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这是你要在校上 然后这会儿 这会儿才上完那三顿课以后 才开始上课呢 对吧 这会儿正好八截这个项目开学 Four semester秋季的课程 13.5 to 15 credits 13.5到15学分一年 还都学什么 Foundation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的管理的基础型的 供应链管理的基础型的课程 OK negotiation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谈判学和出租管理 这也是一门专业的核心课程 但negotiation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就有点 就有点软性了 就是怎么谈判或者conflict management 可能 他可能如果是供应链的话 他可能会讲到全球谈判的占领 毕竟你啊 一般零件是来自于其他工厂的 其他工厂一般都是人力成本 相对较低一点的 相对美国相对较低一点的地方 然后进行盛传 然后prescriptive analytics 这是预判型的分析 然后分析类的课程 什么预判型分析 IT and subscription management 信息化技术和工业的管理 你看他都是把这四门课都是小课 都是1.5个学分 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1.5学分 就是他把整个一个force master 再切一棒 就是大家不是一年都上两学期吗 一学期六个月对吧 他把六个月再切一棒 哎不是 其实不是六个月应该是四个月 四个半月大概一学期 你中间还有暑假 对吧 四个半月然后再切一棒 大概就一个半月一文课 一个半月就1.5学分 然后设三个月的课程呢 这些都是连贯性的课程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 这些三学分的课程 我一个就说 比如produ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在这个领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Introduction of professor and data science 数据分析的能力 接下来又回来一点 我profess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叫专业的商业的教程 一般就教育生 presentation做个演讲 包括怎么书写 写邮件等等的 required experimental courses 这十件型的课程 一个是summer的CPT course 国际生 直接就写了国际生 可见这里面CPT国际生有多少 MGM551 这应该管理学的课程 或者OMM501P 波音Center Subvention Program 我建议国际生 真的是波音中心去好好研究 研究这个 鼓音链是怎么着的 好吧 我们一会最后看看 波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第一学期 然后下面呢 Spring semester 第二学期呢 是16.5学分 你们分别包括 你看Managerial Control System 管理性的控制系统 比如说什么叫控制系统 我给大家举个很往的意思 一个原来一个造车厂 生产的流水线造车 比如说速度 咱们随便编一个数字吧 比如说速度是8 就随便给一个数字是8 但是生产线流动的速度 然后翻译 如果你是管理者 翻译一个生产线 并不出错误 你最后一个管理者 你会怎么样 你会悄悄的 把流水线速度再提高一点 提到比如说8.5 还不出错 你提到8.9 或者提到9 提到9 发现出错了 怎么办 发现工程开始失误了 开始出错怎么办 把它再降低一点 所以自己琢磨琢磨 是吧 Management 但是Managerial Control System 应该讲的不是这个 我只给大家随便 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哪 但是我给大家举了一个 工人链里面一个小的一个案例 对吧 我这家汽车公司好像听到不太道德 所以我就不点名是哪家公司 大家可以去哈佛的商家 你们自己看去 Managing and manag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创新的创新的整个的流程 Leading change 改变带领改变 Surprise Analyzed Stochastic Models 这是你们的核心课程 OK 工人链的分析 Stochastic 这个这个models Surprise and risk management 工人链里面的风险管理 Lean and Six Sigma for process improvement Six Sigma 六七核马 和这个 process improvement 和这个做工的这个收场质量的改进 OK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工人链里面在服务行业里面的 工业和运营的方式 Managing global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你看就像我说的 他把他把你整个的生产的厂商 可以搁到哪 可以搁到其他的国家去 Global business processing Outsourcing Outsourcing Outsourcing就是说 我们提供技术 提供整个生产器 但是我们生产的人力成本 放到另外一个国家里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会增强我们整个的 就把价格降低了吧 更具有什么相对竞争能力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K 相对竞争能力 然后呢接下来大的三节分课程 这还有一个1.5 我们叫Advanced WNA 这次公共链和物流和工业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核心课程 Operation Anality 这是酸义学分的 运营的分析 OK 然后接下来 Final 4 Semester 最后一个小 最后一个小学期 但是一个他去take一个 整个一个4 semester 其实就是帮助学生更好找工作 给他一定时间 慢慢缓冲一下 对吧 因为其实我在美国做这个行业 我在看学生找工作的时候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我可能说这话不扎心了 很多人看的视频 但是确实事实是第二 很多人来美国读研究生 读一年这种项目 对吧 很多人希望这一年是要改变人生的一年 这没有错 但是要把三观要扶正 很多人他来这 我看有些女孩子来这就是 不行 我叫我比如说35岁的女性 我见过很多就是或者二十七八岁女性 也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结婚来这 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留在美国 我就是我就找个美国人家 我要留在这 然后当然那是后话 前话是前话 大家也不是说金响 就为了留点找个美国人家的 他前前前话是说 我我一定要喊你快帮我找工作 求求你了 多少钱都可以 因为他感觉他要点钱 就是改变人生买断人生 我说我这种我从来就是害怕 我都不接真的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都我都不带这儿去 因为每年其实都带十个学生 还挑十个学生 因为我希望他们努力的 我希望他们看到三观正的一些学生 不太喜欢就是说不行 我一样怎么怎么样留在这里 就是张嘴就是中国这儿不好 这儿不好我受不了这种了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吧 因为言论自由 我也没法批判他们什么 但是 说到哪儿 就是一年这个项目来这儿 他刚来一年 他刚来一年 他的英语的整个的能力 英语不是你写的托付上的 你托付100分或者雅思七分的英语能力就好了 英语是你实际的商业 没跟别人交流的能力 和商业的民主 和这种对话的能力 刚来这儿 只来这儿一年的学生 在美国是很难的 尤其这一年 如果你天天还跟中国人跑跑 天天的室友是中国人 那你基本上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 你大部分人都在说中国的情况下 你的英文能力交流更多问题了 但是他们就拼着并着想找一个工作 有时候弄得我也挺难为情的 就是 真的很难 因为你 我确实的客观来看到 从高中如果能来到美国 或者也本科能来到美国的学生 他的交流能力 包括对这整个的这个环境 商业环境的理解 有些东西潜移默化的 比如说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 说什么四大行 大家可能知道四大行 比如说哪四大行 我行 我是不对 应该是中行公行 这俩肯定是在里面 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你比如说这同样道理 你问你你 但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 在美国的游业商 刚来这一年的 你问他美国主要的retail banking 是哪些 就还是银行主要这种 这种对客户的银行是哪些 比如说 他可能只能说出来他自己的银行 比如说他可能像ASU这边合作的 银行叫JP Morgan Trace银行 对吧 West Fargo 刚才我们刚才看的West Fargo 其实还有很多 包括Bank from Oregon 对吧 太多的银行了 但是包括还有一些当地的 比如说叫宾州 还有PNC当地的银行 还有Bank from Oregon 太多的银行了 他 我想说的不是银行 我想说的是 他对整个这个环境的了解度 和这个环境整个这个运动 还是欠缺的 所以这地方在找工作很难 那很多大学项目 为什么说到这样呢 很多大学项目呢 就他就现在也意识到这一点 他把这项目慢慢的延长一点 就是在国医生比较多种项目 稍微延长一点 给学生有一个半年比较清闲 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的一个 一个整个的商业环境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机会吧 我之前其实老说的是 花钱交学费买时间 买在美国留的时间 其实后来想想 也这话说的也不准确 其实现在想想 其实还是国际生还是受益的 我批判或者说我喜欢一些大学 或者我不喜欢一些大学 哪些项目什么的 我全都是在从国际生的角度出发的 我一开始批判那些 就是我觉得花钱买时间 是因为我心疼大家都给了钱 不想让大家那个学费再那么多钱 那后来想想 其实对大多数来说 还是利益大于弊的 什么叫利益大于弊 就是更多的时间了解 慢慢的时间上些课程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就同样道理 他作为家里学习 你看他就 你看上面上了多少门课 对吧 到这就是一个 negoti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这门课可以在这上 重复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是选择有几门课程 然后一个 advanced operation strategy 就是运营的一个战略 因为如果说最后一门课 你就不需要上 完成那个美国英语 就需要最多的就是全知之学 因为最后一学期 所以说因为没有其他学问会上 所以说算是利益大于弊吧 反正反正反正有这么一个时间 让大家找工作也挺好的 包括有这么一个时间 大家的实践课程里面也挺好的 好吧 我只能点到为止 这是所上的课程 好吧 我把它退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看完这个课程以后呢 整体课程开的还是没什么废话的 除了刚开始 还是在你上一门基础的几门 预修型的金融学和快捷学课程以后呢 重点其实时间性还是可以的 教的也是实大实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 而且理念比较清楚 加了一些数据分析类的课程 而且以运营和供应链进行为主导的课程 我们来看看这个波音的这个中心是怎么回事 波音 center for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technology operational expenses and risk management 这是现在供应链里面三个核心的词 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的非常的准确 科技运营的高效和risk management风险管控 波音 center for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is a world class research cent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在华盛大学圣路易斯华盛大学的波音 这个供应链创新中心是全球知名的或者是world class 全球顶尖的供应链的管理的研究中心 support management management support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al accidents 是全球顶尖的供应链的管理 供应链的金融风险管控和运营的高效和优秀运营的 这个world class research center全球顶尖的科研中心 well regarding of the soft leadership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echnology driven innovation process optimization the board center created and dismantled knowledge of world class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practice 吹吹广的波音一句 就是说波音不管是它的供应 还是科技带领的创新 包括整个process optimization 就是优化的优化的生产的线等等 或者运营的能力都是全球顶尖的 像波音这种属于国家保护型的产业 就像在那个Airbus 在欧多的Airbus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吧 through collaborating work with lead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forward and corporate partnership the board center has organized optimized their global enterprise process devic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approaches and develop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supply chain solutions to better manage their supply chain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 global market need 波音给出了因为波音的能力和波音整体的在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包括它的整个公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它给出了一个三个横角的一个波音的一个理论 一个是knowledge asset 一个是知识的能力 你看faculty research这个中心 faculty research 教授的在中心的科研graduate student 研究生的学生 research photos 和科研认知识 就是知识的力量 然后是industry best products 来自于工业的力量的结合 比如partner company合作公司 experimental product 实践性的项目 包括talent acquisition 和最后雇佣 来自于这个中心的研究生的学生 最后是knowledge futures 是professional training degree program and digital content 所以也就是三个方面的努力和能力 结合出来的一个三角形 叫contact creation innovated products 和environmental learning experimental learning 什么environmental excuse me experimental learning 实践性的课程为主 整体来说 还是不错的 说真的没有几个大学能在公共链 包括ASU其实公共链全媒属一属二的 包括Majigan State University的公共链属一属二的 人家可真是属一属二 ASU是全美第三个公共链 那是榜上有名的 Majigan State应该是全美第一的 密西根州立 但这个还没排名的奥林 但是这个整个这个想法 包括这个理念还是可以的 我估计再这么下去的话 明年该排上名了有可能 所以为什么重点花了很多时间 在这个研发中心上呢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商圈 现在学公共链里面最好的一个点 因为它毕竟绑上五名 帮座和NCYC的排名没有的话 情况下它确实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Making your enterprise process and suspension flexible and sustainable is for the Boeing center for subvention and innovation blahblahblah 然后blahblahblah 说了一堆这个像 它的理念和创建 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以学生实践就好 学生实践就好 看你都有什么像 products corporate products engaging with select teams of arting business school students on the curriculum on the customer product address your specific commodate challenge 你看一下 take advantage of analytical capabilities of Boeing center community give five types of values with three to four months practical 三到四个月的整个时间的课程 ok you work with a team with specific selected student lead by faculty advisor you have high-street subvention and operation and challenge blahblahblah 然后你看 这个选择学生只有12个full-time faculty 12个教授 12个博士的学生 doctor students 18个 experimental project 18个时间类的课程 60个MS in supply chain medicine 60个供应链的学生 20个MBA的学生 为subvention 为subvention 供应链的subvention 因为MBA可以选择 学习供应链的分支 对吧 25个MS in business 25个去商业分析的 所以一共是99个 experimental student opportunities 一共形成99个 experimental student opportunities 99个学生时间 所以说我就多了不说了 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要在2010 学这个公平链的话 一定要争取参加这个中心 这个你参加了这个中心 做了一个项目以后 你不管在美国本土找工作 还是以后回国 或者去你去欧洲 或者澳大利亚 江南大 whatever you go 好吧 不管你去哪 it's your own personal choice 你自己的个人选择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whenever you go 不管你去哪 you have something special in your mind or in your pocket 在你兜里有一些非常值得 特别的点 或者在你头脑里面 有一些不同的思维的方式 就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写的 OK 这个这个还是挺多 Autero Certificate Program 你看 The Boeing Center's Certificate Vertal tubby around yourself i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blahblah our certificates will provide industry best fred is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so that any term courses 然后然后2,000万 已经开始卖这儿了 有点感觉 2,000万已经可以拿一个 拿一个认证资质 OK 你看分为几点 一个是有哪些资质呢 你看 Supension Management 公共链里面的课程 Operational Accidents 运营的优秀性 Supension Management 公共链的分析 和technology generation 科技和创新的能力 这是波音中心的 一方面给学生创造点自由 一方面在对社会 慢慢他们的这个 慢慢的销售 销售他们这个证 也挺好的 重点钱给学校 不是什么坏事 还是可以的 其实整体来说可以的 但是这个 那就业情况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就业能力 其实这个奥零就是 我不知道出什么好 大家自己看吧 好吧 郭文艺的平均公司在这 78%的学生 reported something job 78%的学生拿到工作 Medium salary是45600美金 研究正项 毕业45600美金 一半以上的本科的商 我只能这么说 一半以上的本科的商学 应该毕业的学生 本科啊 不是研究生 本科毕业学生 都不止这45000 你看这个 更 这还更有一个震惊的让务 这 这个金融学 金融学的 carpet finance investment 这是中国学生 所有学生 你看 all MSFs report seller were spinning in 1900 25000 美金 中国都是中国学生 他敢乱报吗 他不敢乱报 你看MBA 这两个人认证机构 要求他们按照规则 进行报告 所以说你说奥林的商线好吗 大家老说奥林商线是实力很强 实力很强 怎么说呢 如果你单从你看Full Time MBA 那来看的话 11万8千美金 确实说明商线的教育质量还是可以的 对得起它有30多名商线的能力 给大家一个参考概念 大概前10的商线是在15万美金左右 前15基本上也能到 15的话 10到15大概就是有高五低 大概就是12万到15万之间 10到15 30多名的话 能11开中还是不错的 一般到30多名都10开中 或者有些9万多开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可以的 但是从这边的收视项目来说的话 不说这么了好吧 自己你自己细品就行了 就像之前在国内有个平台 底下留言有一个留言很好 就是说你自己细品一个项目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是国际商 自己细品好吧 看看它怎么进去吧 但是其实我并不 但是我想说清楚刚才那个话 但是我并不是太 并不反对大家去奥林商界上学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是这样 因为 你看这国际商比例占到百分之八十六 一个项目百分之八六的国际商比 因为 因为大家 其实 其实 你中国学生总是要去 去美国留学 总是要学校上的 因为奥林毕竟还是能教你一些 上科理念 毕竟他的科研中间还是不错的 你 你回国工作 是很好的选择呀 我其实很支持学生回国工作 因为你看看 因为我们国家也需要人才 对吧中国也需要人才 所以说 这个这个 没什么不好了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国际商一个项目 你看这个项目占了百分之八十六 这股闻点这个项 OK 我也不算命 大家看看你自己的能力 大概看看能不能进去的项目 平均年龄是24岁 平均GMI640 可以说很简单了 好吧 GPS3.4本科 GRE的Verbals是156 况且这ALEM AQUAD是160 10分 女性占了43% 平均收付100分 一般上线就是100和7 然后国际商占了86% 跟Brandais Brandais 大学有点像 但Brandais 那可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专门就专门是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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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并不是 这是传统的大学的上学 有些人说奥林 奥林就是这么招学生的 有些人说奥林就是招国际商招很多 他的整个教育里面就这样了 那你可以去看看他的MBA 里面国际收缩的MBA 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为什么跟硕士不太一样 好吧 这大概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看看他 整个要求的application process 都需要什么 Our application process requires Seminal Company Online Application 整个网上进行申请Design 比如说one page resume 一页纸的英文简历 我看到大多数的英文简历是不合格的 好吧 如果你想找我帮你写 或者帮助的话 给我发邮件 或者留言 The three required and one optional asset excuse me 有三个要求和一个option 三个问题 我们看看Describe how this program help you acquire your desired industry skills and treat your career objectives 这个项目是怎么能够帮助你 学习到industry skills 工业的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技能 和你的care objective 结合一下你本身的工 如果你之前本科是 或者说是工作有工业的 这个经历的话 那么就结合一下你的经历 来进行写 如果没有的话 那重点就在写 于为什么你对工业感兴益 以及未来 为什么工业是很重要的 ok 第二个问题 share lead you by pride share what leads you to pride washing you out in business go in your own words have I understand you believe make us different from another program 又来着这个问题 就跟其他问题那个项目不能一样 就是为什么你选择我们项目 我们项目跟其他项目 有什么不同点呢 我上次其实说了半天 花了五分钟时间 那么今天我就简短点说 大概的点在于说 你不能够 你不要 你不要 虽然说在谈判选定 有些说是 是你比如看 闺蜜 比如说闺蜜 女生的闺蜜 怎么怎么最快快速拉 拉近两个闺蜜的关系呢 就是你两个闺蜜快速拉近关系 就是找一个第三方 找一个共同的一个人 然后把它设置成敌对目标 然后两个人一块八卦那个人 两个人关系一下拉近 对吧 这点人性 被我研究了真是 但是但是在商圈申请过程中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说你不能说 Washen University奥林商圈很好 你就说他好 你说他项目怎么怎么开的就行了 你别过来说 你别写篇文章贬低其他大学 你别说我申了这个 然后我还申请了 比如说 就说ASU 我还申请ASU 然后你别写篇文章 比如说ASU怎么不好 或者你别说ASU怎么怎么差 你别说ASU就是一坨石 你别这么说 你不能那样 你想你想 你想到底很简单 如果任何一个朋友 我交朋友的原则 就是任何一个朋友在我面前 如果说另外一个共同朋友的坏话的话 这个朋友立马就不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 就不会 我就不会跟他交朋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 跟我说别的朋友的坏话的话 那么我有理由相信你会跟别的朋友在背后议论我 就人性是不变的 那你训练大学这是同样的道理 你不要去贬低其他大学 虽然这个问题问的 我也是在这么多项目里面 第一次看见一个上线这么问的问题 我觉得问的很 很有来提高好吧 我今天算是嘴下流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 但是他其实他重点说的 make us different from our program 就是他们是怎么跟别的项目不一样的 比如说奥林的地理位置 对吧 你可以接受说奥林转位他的 你可以顺着说国际生所在米地86这个事儿吧 你可以顺着说 这是因为有很多的国际生 你很喜欢跟国际生在一起 对吧 然后你可以说他本身呢 他本身有波音的那个研发中心 就你捧着他说 你别拿一篇文章去贬低别的大学 好吧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问题是 giv a robust nature of our portfolio share us why you choose a specific program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 单一的项目 那你就说说公共链 其实跟第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经典的问题 就是why our program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项目 那就是之前刚才跟大家说的公共链是怎么回事儿 你为什么想学公共链 以及你未来的career goal 你的未来的指数目标好吧 我给你祝你要想找我帮你弄 给我发邮件 我的first thing 打发自卖的finisquare的compoor留言 好吧 sternalized test score 是这平均的这个基础的统一的这个要求的这个考试的成绩 academic transfer成绩的application interview videos 面试我能没只能在美国买的 那国内可能是买不着了 还有fuscofiberculture写的书 里面就专门教了DAR自主体的面试的战略 其实在这个地方面试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他不会问太多的 无非就是几种问题 比如说 他其实就想测试你的英文的实际的coge能力 比如说why our program 比如why this program 或者说 why we should and make you 为什么我们需要录取你的 一般就是跟学术有关的问题 他一般不会像在直达的面试里面 会问你一些比较难的behavior questions 所以说这个还好 其实因为我其实我在培训学生找工作 找实际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 要远远比这个难得多 所以说从大学招生的角度来说 这个面试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ok 100块钱的申请费不便宜 算中等偏高水平 one professional recommendation 一个推荐信 ok 托福亚斯的成绩 都需要提交了 ok 你如果三年以上的学习是英语的环境 比如你本科是美国毕业的话 你就不用提高 托福亚斯的成绩 然后transcript 然后都没什么了 好吧 这个是这个 然后stint profile 这个是看一眼的 这都是学生了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那就没什么了 对吧 我看录了40多分钟 我把屏幕切过来 把它总结总结 我看鼠标去哪了 alright 反正奥林就四个项目 对吧 反正我已经录完三个了 哪天称呼 那个content录完了 大家这个就可以翻片了 挠够我了 对吧奥林这个 奥林我很纠结 对就是他确实给原本很多没有机会出国的中国的乐乐生创造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确实也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来教 就是美国人的教学院教训的这个工艺的理念在教 他并没有其他话 他是 也说国医生在美国上完一年或者一年半的项目 智商中正八经学一个工艺从美国人角度来教的工艺是怎么样 这点这个credit这个肯定我也是给他的 第三点呢 就是奥林这个整个的大区的氛围啊 还是可以的 这个项目 就是硕士的项目 本身很多硕士的项目 我没有说这个 我不想点评说他了 就是说咱们就整体来讲 很多大区的硕士项目就是挣钱的 这确实也是 这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但是整整体 这个Washington University 圣路易斯华人大学整体能力还是不错的 整体还是可以的 值得去 奥林商界还是可以的 而且他其实思路很清晰 在这种国际上非常多的项目里面 在这种综合性比较强的大学里面 就真的是资源永远是那5%和10%的人的 什么意思呢 就你看看我的视频 你可能意识到波音的这个研发中心有多重要 在工艺院这个项目里面 那么很多大学生没有看他 没有提前这个概念 所以当你看了视频以后 你知道我如果去奥林商界学工艺院的项目的话 我一定要去那个波音的那个工艺院的创新研发中心 一定要参加他的项目 一定要参加 回国工作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很支持 其实我很支持 其实我我最不支持的就是 哭天喊娘的非要留在美国工作的那些学生 就是全球人才的机遇是公平和相同的 你有能力是金字在哪里都发光 哪里都发光 好吧 现在中国也是实践的第一大经济体了 我很支持这一点 我并没有反对这一点 所以说学好技能 做好实践性课程 你在哪里都可以舒舒服服的找到一个工作 最怕的就是说我只拿一张取比例子 什么经济都没有 找工作就很难了 好吧 这时候给很多学生在选择这个项目 整个这个一个一点点的建议 好吧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需要我的帮助给发邮件 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 留言也可以 好吧 我的团队看到了以后会通知我的 但是你如果想直接打到我的话 给我发邮件 是我唯一的直接联系到的方式 你如果留言的话 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我助理的微信 然后你们可以通过那个联系到我也 建议这个有一个免费的咨询时间 这都是可以的 好吧 以上呢就是奥林的这个商区院 和这个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的公文链的 Math Success Financial Management 公文链的下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